据说有一个神奇的斜坡 无论小球从斜坡哪个位置放下 最终都会同时抵达终点 为此我们准备了许多种不同的斜坡 黄色斜坡是直线型 蓝色斜坡是凸起型 白色和红色斜坡是凹陷型 红色相较白色 程度更深 先来比试一下 哪条斜坡上小球滚得最快 理论上来讲黄色斜坡上的小球 应该会率先到达终点 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为了让统一高度的小球同时落下 所以我们找来了启动装置 只需按动开关 就可以同时将小球放下 从而言各自的轨道滑下 准备结束后 工作人员按下开关 小球同时落下 结果有些让人意外 白球和粉球 一马当先几乎同时落下 黄球被甩在身后 篮球则是毫不意外最后一名 通过高速摄像机观察发现 白球比粉球早一点到达终点 但是两球速度相近 再次实验观察 发现起先粉球较快 但是最后还是白球先到达终点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白球在快到达终点时反超 在快接近终点时 白球所处的斜坡坡度大于粉球的 白坡更高 粉坡较平 为了探究其原因 实验组测试了白球从高出滚下的时间 为1.6秒 每隔0.4秒记录一次位置 则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白球在四个阶段的运行轨迹 观察后发现 距离逐渐变大 说明白球在持续加速 接着实验组加入粉坡 做对比实验 发现白球是快到终点时才变快的 而粉球快到终点时变慢了 白球快到终点时坡度较多 这就是白球最后速度没有慢下来的原因 那么白坡为何速度最快了 其实白坡实际上是我们鬼远的曲线 在这条线上 小球因为坡度被持续加速 所以白球最快到达终点 之后我们变换小球出发点位置发现 球的速度会发生变化 但是神奇的是 从不同的位置出发 两个小球几乎可以同时到达终点 实验组又测试不同的坡 黄坡和蓝坡都不会出现此现象 而在粉坡上 后面的球会追上前面的球 并撞击它 紧接着我们又找来十个白色斜坡 它们将十个斜坡放置在一起 终点聚焦在一个点 启动装置固定球 但是设定球的起点不同 将球摆放到各自位置上 一切就绪 按下开关 小球纷纷下落 随即到达终点相互碰撞 在高速摄影机下可以明显观察到 小球同时到达终点 十个小球在终点围成一个圆 高速的小球滚动的较快 低处滚动较慢 由此可见 此坡的神奇之处 不管在此坡哪个位置放置 小球都会同时滚到底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